下面我们一起学习第六个专题 那么第六个专题的题目是清廷的洋务运动与财政 那么这个第六个专题我们准备分五讲 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一讲 那么第一讲的题目叫做洋务运动与清政府的传统军政矿场政策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它是进行了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 那么这30年的时间几乎是占了中国近代史的一半 因此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的是非常的深远 那么我们国家的史学工作者 那么对于这个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 洋务运动的性质是吧 它的作用等等 从政治啊经济啊思想啊文化啊外交啊 是吧各个方面 那么都做了非常深入的一个分析 那么有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 那么但是关于洋务运动和清政府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矿场政策 同清政府的传统的这种军政政策 矿场政策有些什么关系 人们呢还没有进行这个深入的研究 那么下面呢我想就这个问题啊 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么这个第一讲呢分几个问题讲 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洋务运动兴起的内在原因 洋务运动兴起的内在原因 那么关于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兴起 我们国家史学界呢大概说呢有三种说法 那么第一种说法就是说 清廷是为了适用外国的侵略需要而举办洋务运动的 那么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第二种说法是说呢 清政府完全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 是为了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起义 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来刑办洋务运动的 这是第二种说法 那么第三种说法说清政府刑办洋务运动 是为了呢脱名学制以脚贼 是希望通过呢戒法自强来抵御外国侵略 那么这是我们国家史学工作者呀 关于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兴起兴起的原因 做了这么一个分析 大概有这么三种观点 那么以上所讲的这些观点 我个人认为啊都可以说是言之有物 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可以成为这一家之言 那么但是这些说法总是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 好像一种突兀之感 就是突然洋务运动就到了六十七十年代就产生了 那么好像一个无本之墓 无水之源 那么就我个人来看 那么从历史这个发展这个纵向联谊方面来看 洋务运动的出现 它是清代的传统的军政政策和矿场政策的 一种自然的延伸 一种自然的发展 从纵向上看 是清政府的传统的军事军政政策 矿场政策的一种自然的这么一种延伸 或者一种发展 那么洋务运动呢 是产生于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 那么这是我们国家学界的一种传统说法 那么对于这个说法 我没有什么意义 我也表示同意 那么但是什么呢 但是清政府试图采用新的方法来编练清军 那么试图自己要造船造泄 是吧 那么这种努力 就这种意图 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清政府就已经明显的表露出来 要用新的这种办法编练军队 是吧 要新办近代的军事工业 在四十年代就已经表露出来了 那么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 像林泽徐 魏远等人 那么他们就认识到建立近代化的水师 它的重要性 他们就讲 说脚仪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就是要抵抗外国军队 是吧 就要什么呢 就要造船造炮 是吧 要编练新的水军 否则的话就是自取之外 那么林泽徐在广州的时候 不但购买了外国的一些大炮 像西洋铜炮 升铁大炮 而且这个时候林泽徐开始呢 仿造外国的这个船舰 林泽徐他曾经自己捐资 是吧 仿造了两艘船 这两艘船是什么呢 叫做抵用同胞 彭如阳士 这个船底下用铜包起来 跟中国这个旧的船不一样 中国旧的船就是木的船 是吧 那么他呢 把它包上铜 就是像西方那种铁甲舰 那么来学习 彭如阳士 那个彭帆呢 就像西洋的船一样 那么而且林泽徐还购买了一艘 1200吨的一个美国的旧船 来供清军 演习这种进攻来用 是吧 就是清军进攻这个 西方这个船舰 那么要有个实物啊 那么林泽徐买了这么一艘 旧的美国军舰 供认清军呢 进行军事演习之用 那么鸦权战争以后 清政府的这个上上下下 都在总结中国失败的原因 那么清政府内部很多人 就提出来 是吧 中国失败是由于武器落后 就提出来要练兵造船 是吧 那么在东南沿海一旦 就掀起了一个 整军造泄的风潮 整顿军队 是吧 来造枪械 来造船舰 掀起了这么一个风潮 那么在1843年1月 清政府又改变了 水师营的章程 就是说 以后水师营 再出了缺 有了空位子 不再从弓箭兵当中去选拔 是吧 而是要采用一个新的一个选拔方针 选拔什么呢 要选拔那些熟悉水务 能够操架洲际 能够操架 操用这个大炮的 选拔这些人 做水师营的 这种将领 那么在清政府进行这种军事变革的同时 魏元那么提出了 必须要抛弃过去清政府这个五科 这个选拔人才的办法 那么原来清政府在选拔五官的时候 是什么呢 是舍船炮而专重攻马 他说这个做法不好 就是清政府原来啊 那么在考试是吧 无举人无尽事的时候 考什么呢 都是考那些弓刀石马部件 是吧 看谁射箭射的准 谁射箭射的远 是吧 谁捂刀捂的好 是吧 不注重这个船舰 船只 也不注重火器 那么魏元提出来要改变这种做法 他提出来呢 要在这个五科考试当中增加一个水师一科 水师 意思是说要向西方学习 说凡是那些能够造船的 能够使船的 是吧 能够造新式武器的 这些人 是吧 都可以给予呢 刻甲出身 就是这些人呢 他们同样 是吧 能够造 由于他们能够造船 能够这个使船 能够制造新的武器 同样可以取得啊 近世啊 或者举人这种 这种出身 那么也说 那么也说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时候清政府已经具有了像杨云弄齿初期那样 举办某些军事工业的啊 这么一种思想端倪 就是清政府啊 举办新的这个军事工业 是吧 造船造泄 那么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 那么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后来 是吧 中外之间的矛盾 暂时的 缓和了 但是清政府这种整军造泄的风潮 并没有完全沉寂下来 你比方讲 1850年 这个时候 中国是既无外患 非常严重的外患 也没有非常严重的内忧 太平天国起义 还没有还没有起来 就在1850年8月 清政府仍然在给沿海的这些地方总督巡抚 下达上狱 这个上狱讲什么呢 说现在啊 中外之间虽然是没有事情 中外相安 说但是呢 沿海各营将备变兵 与海洋必侵袭风涛 与炮火必侵袭典放 想说现在虽然没有发生中外之间的战争 但是 是吧 这些水师还要到海洋上 要擦架洲际 对于火炮的训练 你要亲自要典放 不要放松了 这个军事上的一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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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 是吧 与船只 气泻 火药 必力求精致精力 必力求兼致精力 日日讲求 就是说清政府 从鸦片战争之后 一直那是比较重视清政府 他的一些军事方面的一些变革的 要改良武器 要造炮 要造炮 要造泄 要造船 那么后来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西方国家的这种尖船力炮 西方国家这种先进的武器 那就很自然的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这种高度的重视 他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是吧 他就需要购买大量的西方的这种先进的武器 枪炮 那么1853年1月 那么太平军占领了号称叫做九省通局的这个武昌 就是现在的湖北 这个这个湖北的这个省会 武汉 那么不久太平军呢 就要从武汉顺着长江 这个南下 这个东下 东下到这个南京上海这些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 清政府就命令 大买办出身的这个吴建章 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 要求什么呢 要求外国人 把他在上海的那个船舶 他的军舰开到南京 阻止呢 这个太平军呢 向南京的进攻 那么后来 咸宫皇帝曾经三次下达遇址 都是命令 吴建章等人 那么要向英国人 向上海的外国人 要求什么呢 他们把他们的军舰开到南京 来掩护南京 那么到这个1853年11月 当时这个乡军的首领曾国藩 看到一种情况 对他这个触动比较大 1853年11月 曾国藩他就看到呢 说这个太平军呢 有很多船都在长江上 那么这就进行这个 这个来往穿梭 他说叫做什么呢 叫做千科百首 游易往来 长江千里任其横行 我兵无敢过问者 就是什么呢 太平军占据了长江 在长江上自由来往 那么因此曾国藩这讲 说要想镇压太平天国 那么就必须呢 以半船为第一先物 就是清政府必须呢 要兴办水事 那么因此曾国藩 那么就在恒州 开始制造战船 对吧 来大肆的兴办的 这个长江的水师 乡军的水师 那么曾国这个 这个贤宫皇帝 那么以这命令 清政府的各级官员 要够办一炮广炮 购买外国的船炮 来武装这个乡军 那么也就是说 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那么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清政府高度的认识到了西方的这种先进的武器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当中的这种重大的作用 那么后来啊 这个乡军呢 利用这个购买的新式的武器 那么在这个乡潭 那么在越州 两次打败了太平军 那么事后呢 曾国藩就向清朝皇帝 向先问皇帝的讲 说乡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个胜利 正是由于乡军 所采用的六百门大炮 节系真正洋装选用核用之炮 说乡军为什么能够取得 乡潭和越州 对于太平军的胜利呢 是由于他所用的大炮 都是原装的 他叫洋装 都是原装的 西洋的大炮 那么他就向邪门皇帝讲 说如果要想继续取得镇压太平军的胜利 就必须呢 有洋炮陆续接济 乃能收欲战欲经之效 说要想彻底镇压太平军 那么后面还要购买外国的洋型洋炮 只有这样 那么清政府才能有可能很快的镇压太平军 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内部虽然有些人提出来 是吧 要购买外国的洋型洋炮 但是他们也开始产生了什么呢 产生了制造枪炮的这种意识 自己要仿造西洋来制造这个洋型洋炮 那么在这个1854年12月 那么是经过了曾国藩的奏准 那么湘军在江西这个地方开始制造火药局 叫做射局来制造火药 制造子弹 那么在54年 那么这个湘军开始呢 自己呢准备要仿造一些枪炮 那么到了后来 特别是到了1860年以后 那么清朝的一些 君主和这个大臣们 那么开始认识到了 向西方学习制造枪械 制造船炮这种重要的作用 那么曾国藩曾经讲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呀 目前利用疑人的力量 来注脚继运 得输一时之忧 说现在我们利用西方国家的 他们的一些这个船炮 一些船来运输军队 来运输梁响 来运输这个草粮 可以解这个一时之虚 得一时之忧 得输一时之忧 说将来呢 失一致 以造炮制船 有可期永远之力 说以后 我们仿照着西方人的办法 来造戒 来造船 是吧 这个对于中国来讲 是有长期的利益的 有长期的好处的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 曾国藩等人就提出来 要仿照西洋的办法 来制造武器 制造船舰 那么后来 中央当中的 像这个 公秦王一新 是吧 那么像这个大学士 军机大臣 文祥 桂梁等人 那么也都赞成 曾国藩这个办法 那么这个时候 清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 那么就提出来 要 效仿西方 来制造新式的 这个枪炮武器 那么这个时候 太平军的一些做法 那么对新政府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说太平军呢 他在占领了苏州或者杭州以后 那么在这些地方也开始设立工厂 仿造了西洋 也开始仿造西洋的这些枪炮 那么特别是 这个太平军 占领了这个杭州以后 占领宁波以后 那么太平军呢 那么或者呢 是制造战船 或者呢 是购买轮船 干什么呢 他们有意要组建太平军的这种水师 或者太平军的舰队 那么这种情况 从另外一个方面 加强了清政府来仿洋 制炮造船的这种积极性 或者说加强了他的一种 这个仿洋造船造谢的这么一种迫切感 那么正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曾国藩 那么在1861年的 在1861年 在安庆创办了一个安庆内军界所 来仿制洋枪洋炮 那么后来李鸿章 在1862年 创办了上海的机器局 那么后来呢 又在这个苏州 设立了苏州洋炮局 那么又设立了江南制造局 设立了金陵机器局 那么等等 那么开始了这个洋务运动 创办新的这个军事工业的 这么一个洋务运动 那么通过以上 我们对于这个中国这个历史 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 这种整军 金武造谢的风潮 是吧 那么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出现的洋务运动 它都有两种成分 一个呢 是购借自强 是购买外国的洋钱洋炮 来自强 另外一个呢 是借法仿造自强 借用西方的一些办法 来仿造外国的枪炮船系 都具有这么两种成分 我们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方面来看 那么洋务运动 它不是中国的 和我说不是军政府 传统军事政策的 一种否定 就是它不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 这个军政政策 它不是一种否定 对吧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中国这种传统的军政政策的一种自然的延伸 是中国这种全传统的军事政策 是吧 波浪式发展当中的这么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说 清政府这个洋务运动的产生 是中国的清政府的传统的军事政策的一种自然的发展 那么这是我讲的一些军事工业 清政府的军事工业的这种发展 同清政府的传统的军政政策 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么至于讲到洋务派 在洋务运动当中 清阳的